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2年6月23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昨天候任特首辦宣布了下一屆行政會議成員的名單 究竟今屆行會中有甚麼人呢? 之前有傳有機會入行會的匯豐、黃東盛 又為何會大熱倒噪呢? 另外 昨天開完立法會後 陳肇始接受媒體訪問時 竟然疑似失控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 他又為何拒絕向在疫情中喪失生命的人和家屬道歉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現在距離現屆政府卸任李家超上場不足十天 大家的關注點就落在究竟新班子裡有甚麼人 可否帶來一個新的氣象? 早幾天國務院就已經宣布了新一屆主要官員 包括司長局長的任命 而去到昨天後任特首辦更加公佈了新一屆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的名單 究竟接下來的行政會議有甚麼特別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 其實行政會議是包括官首成員和非官首成員 官首成員的意思就是司局長 至於非官首成員就在外面找進去向政府提供意見 各行各業的精英 一共有16個 根據今次的名單 在16個非官首成員裡 有九個是連任的 包括葉太、葉劉淑儀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 自由黨黨魁張宇人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 向議局主席劉葉強 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李國章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政才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其中葉太、葉劉淑儀 更會接替陳志思做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除了一群現有的人 今次行會的非官首成員也有些新面孔 其中包括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 食衛局前局長高永文 擔任李家超選舉代理人的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 恆生銀行前CEO梁高美伊 以及公職王鄭慕智 至於港交所主席查史未論 周重光 羅范招勳 工聯會王國健 民建聯葉國謙 就不會留任了 今次這個名單出了之後 有不少人都很開心 覺得終於可以為香港帶來新氣象 其實今次的名單裡 有不少亮點 首先 剛才說過 葉太將會擔任今屆的行會召集人 原來今次是第一次有立法會議員兼任行會召集人 回歸後 歷任的行會召集人 無論是中士元 私外 夏佳里 林環光 現在的陳志思 他們都沒有政黨背景 在任的時候 亦不是立法會議員 今次是第一次有立法會議員在做立法會時 做了這個行會召集人 而且亦是第一位女性做這個位置 對於這個安排 梓敬當然是全力支持 事實上在完善選舉制度後 行政立法的關係要更多的講求配合 要建立一個由行政立法機關一起組成的管治聯盟 所以現在由立法會議員兼任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當然是很適合 而且經過2019年之後 我們看到行政會議當然要加強他們的戰鬥能力 在政策推行的過程中 需要擔當更加積極的角色 他們對內一方面要幫助說服市民 支持政策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 又要對抗外國媒體政客的抹黑 幫特區和中央爭取華爾權 說好中國故事 而在這方面 葉太除了自己做得很好之外 亦有我們KOL100幫他做對內輿論工作 以及我們中國故事聯盟幫他打國際輿論戰 所以在這方面 他就有很大的優勢 當然葉太做行會的召集人 亦不是完全無爭議 如之前前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光 公開質疑葉太所屬的新聞黨 議席的數量不算在建制派中最多 而且過往有時也會批評其他建制陣營的人士 例如在劉利群升任食衛局常秘的時候 就說有人文革式批鬥劉利群 對於過去這些質疑 葉太也解釋得很清楚 葉太說明 行會成員包括召集人 是以個人身份被委任做政府顧問 所以性質跟其他政黨成員做行會成員都是一樣 既然特首委任他做行會召集人 就是信得過去是大公無私 不會跟自己黨的利益走 而是看整個大局 這是他的宗旨 所以跟新民黨在立法會有多少議席是無關 就著劉利群的事 葉太也有反駁 他說當日說的話都是基於事實 他說劉利群在2019年時 未有及早清理連儂牆也不是他個人的決定 是政府高層的綜合決定 如果你問我 甚至可能是林太的決定 所以葉太也只是有那句說那句 除了葉太之外 今屆行政會議也有其他兩點 其中包括70歲的梁高美爾加入 在新一屆行政會議的組成裡 我們看到不少有份量的財金界人士都在裡面 包括被林鄭月娥稱為金融三大靠山之一的 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留任 新加入的梁高美儀做過很多銀行高層 再加上熟悉商界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 難怪不少人覺得今屆行會很著重金融發展 不過亦有人對70歲的梁高美儀得到委任有點意外 事關他已經退休了 未必最貼市質疑為何不找匯豐銀行非執行主席黃東盛做好過 不過亦有人覺得 相比黃東盛 梁高美儀做過恆生 匯豐 創興 幾間不同背景的銀行 現在亦沒有其他銀行相關的職務在身 反而委任他 不會令外界覺得他會偏心任何一家銀行 反而這就成為了他的優勢 除了財金界外 外界亦很關心各大政黨在行會內的分佈 這方面 與今屆最大的不同 就是民建聯會由現在的兩席 變成下屆只剩下一席 不過其實這樣又不代表民建聯虧了 事實上 每個建制政黨一般來說 在一屆行政會議內 只會有一個成員 民建聯今屆行會內有兩個成員 本身是一個特殊安排 事源於2016年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在任期未完成前 辭任行政會議的成員 由他們黨元老葉國謙補上 到2017年 政府換屆 只有2016年至一年 葉國謙只做了那一年 當然想留任多一會 但同時 民建聯又希望 當時的明日之聲張國軍 即是現在做副司長的入行會 所以就有兩個人 同時獲得委任的情況 你可能會問 不是 經民聯在行會內 又有林建峰 劉業強 兩個人 怎麼計算 是這樣的 劉業強之所以是行會的成員 不與經民聯無關 劉業強以鄉議局主席的身份加入行政會議 所以也是很正常的 怎樣也好 距離下屆政府上場 只剩下一個星期左右 我們也期望新的班子 可以為我們香港帶來新的氣象 目前來說 梓敬都很滿意李家超在司局長 或行政會議成員方面的人選 希望遲些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人選公佈時 大家一樣有驚喜 在這個團隊的帶領下 香港可以再創高峰 說完行政會議 再跟大家說一說陳肇始 昨天是每個星期三 立法會開大會的日子 由於七一慶典的關係 下個星期三的立法會大會就會取消 所以昨天的立法會會議 就變成今屆任期中 最後一次立法會大會 每一次立法會大會都會有一個環節 讓立法會議員質詢政府官員不同的問題 昨天由陳凱欣提出一條有關公營牙科服務的問題 所以負責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就要去到立法會 答陳凱欣及其他議員 就著這個主題的提問 原本開立法會的時候 見到陳肇始更正正常常 誰知開會後就疑似失控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陳肇始昨天在答完議員質詢後 我見到他走出立法會 外面立法會有一個麥兜 給一些媒體訪問立法會的官員或立法會議員 他就主動走到麥兜裡見記者 想自己總結一下他過往五年的工作 原本這樣做也沒甚麼特別 但他一說到回顧過去五年 有一半的時間都用來控制疫情 提到特首林鄭月娥支持的時候 就忍不住哭了 他多謝林太的時候 哭著說 感謝行政長官林太對他的信任和支持 當然也要多謝問責團隊 食物及衛生局 衛生署 醫管局 食環署 御農署和政府化驗所的同事 特別是在過去兩年面對疫情的工作 大家不為如理 在這裏當然要多謝行政長官林太 對我的信任和支持 當然也要多謝我的問責團隊 和我們食物及衛生局 衛生署 醫管局 食環署 餘護署 和政府化驗所的同事 尤其是在過去兩年多 面對抗疫工作 大家不為餘力 之後他還說 未來會在不同崗位 服務 貢獻香港 認為香港醫療仍然面對不少挑戰 包括疫情及醫療人手不足等等 至於被問到 怎看他的接任人 盧寵貿的時候 他說盧寵貿就是他港大多年的同事 性格和他一樣 迎攔而上 相信醫務衛生局在盧寵貿的帶領下 可以繼續迎攔向上 守護香港人的健康 祝福他工作順利 但其實最奇怪的地方 也不是陳肇始哭 事實上他哭也不是第一次 在2020年逃兵醫護搞罷工的時候 他便已經哭過 所以最奇怪的地方 反而是當未問他是不是抗疫不力 以及會不會向9000多個疫症下死者道歉的時候 陳肇始竟然未有回應 就急急走去 拒絕道歉 其實他自己主動走過去跟媒體說話 又無緣無故自己走去 你說是否好搞笑呢 怎樣也好 陳肇始在過往5年的工作 大家都有目共睹 只不過人家都卸任了 就無謂說他做過甚麼 沒做過甚麼 無論大家喜不喜歡他 事實上在疫情下 負責他這個崗位會辛苦很多 所以在此也希望陳局長在卸任後 可以好好休息 陪伴多些家人 度過一些愉快的日子 之前我們中國故事國際輿論KOL聯盟 一班兄弟姊妹殺入中環 做了一個街頭訪問 問問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 怎樣看香港自從回歸之後 過去一段時間的發展 究竟外籍人士會怎樣說呢 在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後 他們還想不想繼續留在香港呢 想知道的話 請按這裡 訂閱我們中國故事的新頻道 再按這裡 看看我們街訪的片段